各位室友,你想想以下這個情境 就是你加入了白水新開的一間公司 有一天你都在開會 你就建議白水不如我們做某個項目 去開發某個地區,一定賺大錢 雖然這個計劃亦都會令到很多環境受到很嚴重的破壞 不過是賺硬的,白水我們做不做好呢? 這個時候白水就回應你 賺到錢的我公司當然做 我公司最近士氣有點低 要賺多點錢來振奮屠獨室 環保人說破壞環境、破壞生態那些 我不管,總之我只是要賺錢 結果我們屠獨室這間公司實行了這個項目 白水真的賺大錢 結果環境受到很嚴重的破壞 我現在問各位室友的問題就是 你覺得在這個情況下 白水是否有意圖破壞環境 我給你們五秒思考 五、四、三、二、一 我就不知你們的答案是甚麼 我自己的直覺是是的 也就是說白水是有意圖破壞環境 其實剛剛的例子是一位叫做 Georgia Knope的哲學家 曾經提出的一個思想實驗 或者一個心理實驗 當然他的例子不是說白水 我剛剛是改寫的 根據他實際的調查 他發現有82%的受訪者 都認為白水是有意圖破壞環境的 好了,有趣是甚麼呢 你們現在再想想另一個情景 就是你又加入了白水新開的 一間淘獨室有限公司 那你又開會了 你又建議說 淘獨室不如實行某個項目 一定賺錢的 而且這次這個項目 還可以改善這個生態環境 令到各種生物都可以有一個很舒適的居所 這個時候白水又回答你 我們就做這個項目 我們淘獨室最近士氣都有點低了 我們都要賺多些錢 來激烈一下我們的士氣 不過那些甚麼環境 改善生態 那些我都不理 你改不改善呢 我都不在乎 總之呢 我就要賺錢 所以淘獨室就實行了這個項目 結果淘獨室真的賺了大錢 然後真的因為這個項目 改善了整個生態環境 我就問你了 你覺得白水 有沒有意圖 intentionally 令到環境得到改善呢 我又給你們五秒時間 五四三二一 不知道大家怎樣想 我自己的直覺都是否的 亦都即是說呢 我認為是剛剛這個版本的情景裏面 我認為白水是沒有意圖去改善環境的 而根據剛剛各位哲學家的實驗結果呢 他都發現其實有77%的受訪者 是認為白水沒有意圖改善生態 也歡迎大家在這段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的直覺 這個實驗究竟有趣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會發現 在情景一 即是破壞環境的情景裏面 我們的直覺 或者大多數人的直覺 是覺得白水有意破壞環境 但去到情景二 我們會有一個直覺就是白水沒有意去改善環境 這個在直覺上的不對稱性 就是鼎鼎大名的樂部效應 the node effect 那為何這個效應會這麼有趣呢 就是我們想心一層 在情景一 還是在情景二裏面 那個破壞環境 還是改善環境 都不外乎是一種副作用 就是白水去實行賺錢大計的時候 所帶來的一些副作用 他從來都沒有利用環境 作為一個工具去賺錢 這個在他的項目中 並不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而更加重要的是 你想想白水的心理狀態 在情景一 還是情景二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他根本就不在意 環境是改善了 還是破壞了 白水從頭到尾 都是想幫塗陶塞賺錢 既然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想過 環境是怎樣 亦都沒有把環境的破壞 或者說善 成為他的計劃的一個部分 那為何我們的直覺 會有這麼不同的判斷呢 因為其實兩個情況 應該是沒有分別才是 在情景一和情景二 白水思考的過程 他追求的價值 甚至他內在的一些心理狀態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但我們竟然會說 一個是有意圖破壞環境 一個是沒有意圖去改善環境 在白水沒有任何內在的變化下 為何我們的直覺 會是這麼不同的呢 自從這個這麼有趣的實驗面世之後 當然會出現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 有無窮無盡這麼多的解釋 這些這麼多不同的版本 樂部效應的實驗 我就沒有辦法跟大家詳細介紹 今天我只講一個最簡單的版本 以及講一下Lope自己 對這個實驗結果的一些解釋 Lope自己提出了這個實驗之後 得到這麼有趣的結果 產生了所謂樂部效應之後 他自己也有些解釋 今天我將其中一個 最簡單的解釋 介紹給大家 他的解釋其實很直接 就是你想想 情景一和情景二 為何白水是有意破壞環境 情景二是沒有意改善環境 當中唯一的分別 因為白水的內在狀態沒有分別 唯一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一個是破壞環境 一個是改善環境 也就是壞的結果 一個是好的結果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一個行為 所帶來的副作用 的好和壞 似乎會影響我們 如何判斷那個人 是否有意圖 去帶來那些副作用 但必須要注意 就是Lope自己 不是說凡是好的副作用 就是沒有意造成 凡是壞的副作用 就是有意造成 他只是想指出一點 就是似乎那個副作用 結果的好壞 會影響究竟那個結果 是否有意造成 只要我們承認這一點 其實對於我們怎樣理解行為 怎樣理解道德 其實都會有一個很深遠很深遠的影響 為什麼會帶來一個很深遠的影響 就是因為你想想我們平時 理解一個行為的時候 會認為一個行為有它的道德面向 有它的非道德面向 道德面向就是包括一個行為的好壞 應不應該做 有沒有價值 非道德面向就包括那個行為 背後是出於什麼動機 它是不是有意造成 以及它帶來的一些什麼結果 這些就是一個行為的非道德面向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認為一個行為的道德性質 是取決於它的非道德性質 例如為什麼你踩到我的腳 這個行為是錯的 是因為你是故意這樣做 所以我這樣的解釋 就是用故意這個非道德面向去說明 為什麼它擁有了錯這個道德性質 所以你看到解釋的方向 是由非道德性質 去說明行為的道德性質 再舉多個例子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被人踩到 這個行為都未必是不好的 因為可能它是無心這樣做 喂 喂大王 我丟你老母 誰踢我 所以你看到解釋方向 又是從無心這個非道德面向 去說明行為的道德面向 就是它無所謂好不好 所以你看到我們一般對道德行為的理解 都是先肯定它有什麼非道德的面向 再決定它的道德性質是怎樣 但是你想回剛剛樂部怎樣解釋 樂部效應 它是說一個副作用的好壞 是會影響究竟那個副作用是否有意造成 這個解釋方向 是正正跟我們剛才一般的解釋方向 是反過來的 我們是用一個行為一個結果的好和壞 去決定它是有意還是無意 它的解釋方向是由道德面向 決定它的非道德面向 一個行為究竟是不是有意造成 這是一個行為的非道德面向 但它有沒有意 竟然會受到它是不是好和壞 這個道德面向所影響 所以你會看到如果樂部對樂部效應的理解 是正確的話 它是很衝擊到我們對行為的哲學反省 當然很多人都批評樂部的理解 其實是錯的 但我覺得無論如何 樂部效應都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 而有待我們進一步去解釋的一個現象 而我們能夠成功解釋到這個現象 其實是可以幫助到我們更加深入的思考 行動哲學入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究竟什麼行為才是有意的呢